大家好 上一节课呢 我们学习了3D Max的标准材质的一些应用 那么这节课里呢 我们针对办公楼建筑 对其他材质进行一个简单的认识 首先我们观察一下 这栋建筑 它是一个 低层的办公楼 那么从它的建筑结构上面来讲的话 它应该分成很多材质 比如说上面和下面不同颜色的材质 还有玻璃材质 那么可能它上方还有一些金属的材质 那我们首先还是打开材质编辑器 在之前我们应用的材质类型是标准的材质 我们在这里打开编辑器 那编辑器所属的类型呢 Materialize下面呢 包括两种类型的材质 一个是标准 一个是威锐 那么标准里面呢 又包括很多我们常用的一些材质 比如说混合材质 多维子对象材质 标准材质 威锐 类型里面 包括威锐的双面材质 威锐的混合材质 威锐的灯光材质和威锐的标准材质 那我们在一个场景当中不一定都要用到标准材质 或者是都用威锐材质 那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用标准材质 什么样的情况下用威锐材质呢 标准材质在我们对材质的要求的细节不是特别高的情况下 而且有保证速度的情况下呢 我们是可以用标准材质的 那么威锐材质它对质感的一个表达是相对于要好一些 但是它的渲染速度比较慢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一些材质 哪些应用到标准材质 哪些应用到威锐材质 好 首先我们用一个材质球来拾取这个墙面 拾取的名称 我们看到是砖 那么通过名称我们可以判定这一块材质是砖墙的材质 那么砖墙材质赋予什么样的贴图呢 它的表面应该是分缝的砖墙 我们首先在固有色的后面添加一个程序贴图 平铺分缝贴图 添加进来之后呢 在下面的参数面板里面 我们可以修改砖墙的颜色和奉献的颜色 砖墙的颜色之前我们在模型阶段已经给予了基本的材质颜色 那么我们可以右键 拷贝 固有色的颜色 进入到 平铺贴图里面 粘贴在它的固有色上 现在显示 这个贴图 砖缝所显示的比例是1比1的一个比例 但是我们现在的砖墙一般都是长方形的 好 那我们把它改成一个1比2的一个比例 分缝的粗细 分缝粗细呢 我们在这里给它降低一些0.3 好 返回上一层级 我们在下面的贴图通道里面 去添加一个分缝的凹图 那么我们就可以在固有色的贴图上面 去拖拽鼠标左键 来 拷贝到凹图上面 放大材质 我们可以观察到 这个凤线的凹图并不是特别明显 我们可以在这里把它的凹图 变强一些 好 那么砖墙的材质 还有它的高光和光滑效果 那么高光的话 砖墙不易 有太亮的高光 现在情况下 我们先渲染一下 那么单独显示的一个情况下呢 我们是可以查看到 物体的一个基本的显示形式 那 如果 我这个砖墙的颜色 想有一些渐变的话 在颜色渐变上 我输入0.2 太明显了 我们改成0.1 好 那它本身的砖墙上面 就会有一些色差 这样比较接近于真实的材质 好 我们退出来 将我们调节好的材质 选择 选择 物体 右键 隐藏所选择的物体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建筑上还有什么其他的材质 下方的 白色的 结构 我们单独显示一下 它是一个混凝土的材质 那么大家都知道 混凝土的材质的表面是比较粗糙的 而且 它的表面 不是特别平整 所以说 在 混凝土的固有色后面呢 我们可以添加一张 卫图图像 找到一张混凝土的贴图 我们可以查看这张贴图 并且 把这张贴图呢 打开 并显示 现在观察到 这张贴图呢 它本身呢 是有奉献的 所以说 我们在 下面查看贴图 可以 对贴图进行一个裁剪 把它边缘的这个奉献裁剪掉 点击前方的应用 好 这样的话 它的这个 奉献就不见了 那我们再给这个材质 贴图一个 UV坐标 进入修改面板 我们看它之前 已经给了一个UV坐标了 在我们没有给UV坐标 情况下 我们看一下 有可能这张贴图是不会显示出来的 我们 当我们添加了UV坐标以后 给成 box的类型 输入 数值 现在就会显示 它的一个整体的混凝土的效果了 好 那我们知道 我们经常会常用到的这个UV贴图的话 我们可以在上方显示出我们常用的一个面板 然后在这个地方去设置我的UV坐标 把它放在常用的这个面板上面 显示出来 那么下一次 我直接点上方的UV坐标贴图就可以了 我再把做好的材质隐藏 下面我们看一下建筑上还有一些什么样基本材质 我们吸食到这个名称是铝材 那么铝材呢 它是一个建筑上的金属材质 我们单独显示查看一下 金属材质的表面呢 它本身呢 应该是比较光滑的 好 那么为了表现这个材质的质感呢 因为我们现在应用到Vray渲染器的原因 我们可以将一些金属材质呢 用到Vray材质的类型 那现在在标准材质类型上面 我们去更改成Vray的Matteo材质 在Vray材质的面板里面 它的一些参数面板跟标准材质有些不同 但是它的意义有所相近的地方 比如说上面的慢反射 也就是说它的固有色的颜色 我们是可以在这里去修改的 但是金属铝板的这个材质呢 固有色应该是一个偏灰的颜色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先不去更改它的这个颜色 后方呢 我们同样可以在固有色后面去添加位图图像 给它赋予贴图 那么Vray材质的反射 Vray材质的反射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把材质球点开 来观察一下 我们把背景显示出来 当反射后面的这个颜色 呈现黑色的时候 材质球上并没有任何变化 当我把黑色调节成灰色的时候 也就是向白色靠拢的时候 大家发现这个材质球表面 就已经反射到周围的环境了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就可以分析 Vray材质的反射是通过黑白来控制的 越接近黑色 它的反射越弱 越接近白色的话呢 它的反射会越强 完全改成白色的话 它会成一个镜面反射 那我们知道金属铝板的这个材质呢 表面带的反射 是比较弱的 在反射的后面 我们还是可以去添加贴图 反射里面 我们经常添加到的一个贴图呢 是一个Fall off贴图 我们双击进来 Fall off贴图呢 它是什么意思呢 它是一个衰减的贴图 当我们添加了衰减贴图之后 大家有没有发现 从中心向外侧 它的一个反射的程度是不一样的 中间呢 反射是比较弱的 四周的反射比较强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调节这个黑白 去控制 它的一个反射 好 那么它的反射的类型是平行和垂直上面的反射 也就是说 离我们画面越近的地方 它的反射是越弱的 离我们画面越远的地方 物体上面的反射越强 我们也可以改成Phener反射 那么Phener反射就是这样的原理 离我们越近处的物体反射强 越远处的物体呢 反射越弱 我们把这个 反射衰减 把它清除掉 好 观察下面 微锐材质的高光和光滑效果 那么微锐材质的高光后面有一个锁 我们把这个锁解开 高光的值和模糊反射的一个值 最大值都是1 那么这个值越小的话 说明它的高光越弱 而且范围会越大 比如说我们现在把这个值改成0.5 大家看 物体的表面会产生一个比较弱的一个高光范围 这个值越大 0.8 那么它的高光会越亮 而且高光周围的范围不是特别大 好 我们在输入到1的数值的时候 它的高光就消失了 那么铝板材质的高光呢 相对于不是特别的强 我们在这里给它一个0.6的一个高光强度 好 那么下面呢是光泽度 光泽度呢 其实在这里呢 是控制材质的反射模糊效果 我们输入0.5 我们看 现在物体表面已经很模糊了 基本上反射是很难被看到的 但是我们把数值加大 改成0.9 那么它表面的模糊程度会越弱 所以说这个值越小 它反射越模糊 1的情况下呢 它本身是没有反射模糊的 好 我们现在这里给这个铝板材质 就是一个0.9的一个反射模糊的强度 下方是细分值 细分值呢 它关系到我们材质的一个细腻程度 如果说我这个数值提高两倍 改成16 那么它的这个材质的细腻程度会越高 但是会影响渲染的速度 我们在测试的时候 平时用默认的就可以了 我们看在后方它也有一个fineer反射 我们再做一些物体的表面 是非常光滑非常平整的一个材质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到这个fineer反射 大方 我们看一下折射 折射这个里面 也是通过黑白来控制 我们现在看金属的这个铝板材质 它本身是没有透明程度的 如果说我给它一个白色 大家看这个材质就变得透明了 也就是说黑色的情况下 物体本身是没有透明度的 那么从这一点我们可以分析出 物体接受的光线越暗的情况下 说明它本身是透明程度很低的 进光越多 也就是它吸收的光源越多的话 它越亮 那么说明它本身的这个透明程度很高 下方也是它的细分值 影响阴影 当我们这个材质是透明材质的时候 比如说水的材质 玻璃的材质 我们可以把这个光线的影响阴影 把它勾上 这样的话 它产生的一些阴影就比较真实 下方呢 它同样有一个贴图通道 那么贴图通道里面 也有我们经常常用到的一些贴图材质 比如说固有色的贴图 反射贴图 高光 光泽度 fineer 折射 半透明 凹凸 和不透明度 那么我们看这个场景里面的金属材质 我们可以这样来调节 本身呢 它这个金属材质是没有贴图的 它只是用一个颜色来代替 那么反射的强度呢 在这里我们可以稍稍再 让它反射的强一些 下方是它的高光和模糊反射 下方是它的高光和模糊反射 大家记住这样的一个原理的话 那么我们使用微锐材质的时候 就可以控制整个材质的一个显示情况了 我们把金属材质隐藏 好 剩下我们看还有一些什么材质 比较重要的是玻璃材质 单独显示出来 我们看 现在玻璃材质的名称显示的是玻璃2 那么也就说明场景里是不止一种玻璃材质 那么这个玻璃材质的颜色倾向呢 是倾向于绿色 好 我们将固有色稍稍再偏深一些 透明程度已经给了40% 下面也都给了一定程度的高光和光泽度 过滤颜色 这个地方过滤颜色是默认的灰色 我们可以把上方的固有色拷贝到过滤色上 那么在过滤色的基础上呢 我们把这个颜色调深 下方我们在贴图的这个选择栏里面呢 找到反射 在反射后面去添加一个微锐的贴图 也就是微锐反射 那么微锐反射的强度 我们反回去修改 在这个百分之百的地方 我们给成百分之四十 好 这个玻璃调节好了之后呢 我们暂时把它隐藏 另外一种玻璃 这都显示出来以后 我们现在看 这个玻璃呢 我们可以用一个微锐材质去调节 我们看微锐材质的玻璃 是怎样来调节的 首先在标准的材质类型上 给它转换成微锐的莫特尔材质 微锐材质的固有色 我们将玻璃的固有色调成一个深蓝色 反射 玻璃的反射强度还是比较强的 背景透明显示 高光打开 高光的竖直 我们给它输入0.65 这样的高光是比较强的 我们再降低一些 0.6 模糊反射的这个竖直 我们是不需要去更改它的 除非是磨砂玻璃 它本身有这个反射模糊的一个效果 那么折射是控制玻璃材质的透明程度 我们给它调成一个比较接近于白色的颜色 好 现在显示的这个材质就已经有透明程度了 那么下方呢 在贴图的通道里面 我们就不需要再在这个反射里面 去添加任何的东西了 因为我们本身用到的就是微锐材质 它是通过上方的这个黑白 去控制它的反射的 添加好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玻璃材质也隐藏 现在应该是在谈判了 那么下方的添加热